第2535集 时间漠不惊寒 众人知晓 天庭越发的强盛不可挡了 连夜童都要进入这一领域了 日后将可与夜凡并肩作战 天下谁可阻 这不只是一个人猜疑 上一次 他就已经破入了九重天 但生生又压制了 这一次不会是想借此推进入地境吧 大街茫茫 诸天星辰奇闪烁 像是被点燃了一般 夜童迈入九重天绝点 纵横冲击 上岁三十三层天 下敌九幽 他在苍茫宇宙中奋争 要打破不朽 杀出一个光明璀璨的未来 不少人忌惮 好强大的天杰 好可怕的一个后背 该不会真的又是一个能蒸发进去的人吧 夜童大吼 大街也不知道持续了多少时间 天地间神魔呼啸 群星乱颤 各种异象奇出 最后甚至出现了让人惊骇莫名的飞仙异象 这是成帝的预兆啊 在过去但凡出现过那种景象的人 后来莫不得到为尊了 这一刻 天庭内很多人振奋 大师兄杜劫了 迈出了那一步 就是不知道能否顺便冲击一下地关 杨夕花花等全都摸拳擦掌 恨不得以身代之 全都无比的兴奋 最后 夜童冲销而上 正溃了雷海 击穿天节逆天而行 像是要一口气击碎三十三层天 在这一刻 禁区中都有人坐不住了 一些人睁开了眼睛 这是要成道的节奏吗 叶凡依旧盘坐在石崖上 大师却出手了 一掌拍出 洞穿珠天 将一道冲向叶童的光影 直接磨灭 五百年不曾出世 你们都将我遗忘了吗 谁敢对我弟子出手 我便凭你一整个禁区 那声音不高 却足以震动各大星海 五百年过去了 叶凡一直不曾出世 许多人都在怀疑 他是否在那成仙战中 被打废了 不曾想今日去这般强势 各族心颤 过去 他杀出了赫赫无敌名 实在是禁区至尊头颅 第一收割者 天下无敌 谁人不惧 就是现在出了一个真正的大地 似也没有他光芒璀璨 令无数人敬畏 不敢与之为敌 天劫略空 宇宙八荒为之而动 夜凡不断冲击 他超脱出了九重天劫难 而后竟然引来了更为恐怖的雷光 他真的要尝试迈入大地领域 使人吃惊 天庭这一脉真的太可怕了 不仅有一个夜凡坐镇 其弟子也成长到了这般恐怖的境地 这可如何是好 不要说是他们 就是禁区中的至尊 也有人露出了忧色 因为再这样下去的话 夜凡便有了左膀右臂 将来说不定 真会来平掉禁区 而今夜凡一个人势单力薄 没有帮手 他想要有大动作 也得考虑严重的后果 可若他的弟子一个个都踏足这一领域 那他还有什么可顾忌呢 咻的一声 一道神光破来 斩向夜童 恐怖无比 更胜过雷节 由古代至尊出手 不过并未透露契机 只是击射出一道破灭之光 意在干扰夜童 不让他顺利触摸地径 夜凡的大手本已探出 但是又收了回来 当年他肚结时九死一生 也曾经遭受过种种摸难 他希望弟子可以经受住考验 当地一声 悠悠钟鸣响起 夜童张口吐出一座神庄 那不是真实的中体 而是由太阳神经巨成 以法则胶筑而生 神光不朽 洞川大中 让他一下子炸碎于天地间 化成一股金色的风暴 法则成为碎片 而且那神光不停 依旧向夜童冲去 让他在面对更为恐怖的雷光时 已陷入了生死险境 真是下了重手啊 如当年对付我那般 夜凡自语 不过他依旧没有动 光束纵横 夜童各种秘法进出 在雷海中冲击 游蚁 以天节耗尽神光之力 突然 有一只巨大光掌拍落 压住了整片天节 将所有一切都覆盖在下方 一只欲如意滑破天空 敲落了下来 看起来柔和 但是细看的话 他流动出的一道道豪光 竟是一挂一挂星河 这让人震惊 夜凡并未出手 只是再仔细观察 看究竟来自哪些禁区 显然 即便是强大如禁区中的存在 而今也很顾忌夜凡的愤怒 都与那些神则斩断了联系 无缘无根 不可追寻 四五道光树飞舞 夜童大口磕血浑身欲裂 打劫在继续 夜童总算是躲避过了那些攻杀 时间一长 所有光树 以及由法则凝聚成的兵器 都磨灭在了雷光中 他凝聚太阳神邪 仰天怒吼 重组的机体强健无比 分离一跃 不仅是肉身在腾飞 而且是境界上的一跃 他努力向大地境界探去 要积深入这个领域 尽管无比艰难 但也在冲击与尝试 轰的一声 天地间风雷大作 阴风怒嚎 神雷滚滚 闲人虚影下界 大杀四方 景象惨烈 让人发毛 这是成帝不可避免的磨难 这还不是真正的地节 夜童艰难迈出去了一步 不好 生命禁区中有人低语 觉得大事不妙 有金乌大帝在 其他人无法成帝 但是迈进这一领域 多半边身子 甚至另类成道 却是能做到的 到了那个时候 就真的可以追随夜凡 而去大战了 一个无敌圣体 就已让人不安 若是再多一人 那所有至尊都会坐不住 刹那间 神霄出巧 一剑祭出 四方云洞 斩杀万灵 围困兴寒 那把剑的杀气太重了 有人凝聚出一道无上神则 比刚才的攻击都要恐怖 斩杀人于一念间 即便是准地九重天也挡不住 夜童抗击 不断躲避 而这个时候 其他人的杀光也祭出了 都是凭空幻化 直接镇压下 夜凡不再默示 天灵盖中 飞出一口万物母气顶 降临在那里 横祖所有攻击 顶口内混沌如海 将各种杀光都吞噬了进去 最让人惊心的是 顶上有很多暗红色血迹 鲜红玉笛 映出几道人影 这让人骇然 竟然是逍遥天尊 石皇 白虎道人 兽神等 夜凡虽然未成帝 但是此顶却引了多位古尊的血 早已进化与通灵 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瓦解了各种沙光 不等天空再现神光 万物母气顶逆转 刹那远去 降临在火丧星的上空 隆隆而动 镇下可怕的光束 这一刻火丧星 所有金屋强者都发抖 没有一个人 能够承受这种威压 整颗星辰上的生灵都软倒在地上 他们不由自主叩手 战战兢兢 道友 这是何意 一片巨大的岩浆池 到处都是金色的火丧树 一座宫殿悬浮在上 一股地威铺天盖地而出 挡住了顶气 我希望我弟子杜杰时 你莫要干扰 本地不曾出手 金屋大帝说道 即便他是当时大帝 但也被抢了风采 让金屋一族上下很愤懑 但是一直以来 却被命令不得寻衅 倒也克制 从心理上来说 他们很不服 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年代 但凡大帝出事 谁与相抗 把防都要来朝和 可是这一世 出了一个艺术 不是大帝 却世间称尊 享受到了同样的荣耀 金屋族上下又恨又怒 但是却不敢言 我们下约的荣耀 我们下约的荣耀 我现在的荣耀 荣耀